就算是你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但是也不要忘记了 抬起头来看看夜空里的星星 让它为我们带来一点希望 这个星星不见得是把希望放在儿女的身上 这个星星其实反而是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所感觉到的一些细细小小的幸福时刻 这些幸福时刻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就像我父亲那时候病得很厉害 就是精神疾病很厉害的时候 我大概连续有好几个礼拜的时间 都没有办法睡觉 因为晚上他就会一直要起来 然后暴走这样 那久了以后 就是大概隔了三个礼拜以后吧 就算他晚上不起来暴走 我也很想起来暴走 就是我也想起来看他是不是很好 因为你已经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一种深切焦虑的习惯 我也曾经在精神科医师的诊间前面徘徊 走了好几次想说我要不要进去 但是那个医生有跟我讲 他说他觉得他看诊 就是精神科医生 他说他看诊他觉得最痛苦的就是 起先都是女儿或者媳妇推着 阿公阿嬷去看 但是那几个月以后 那女儿或媳妇就自己去看 他说他每次看到这种情况 他都觉得很无言 他说老实说我觉得很痛苦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我就只能好好开药给他 然后劝他放松 但是我知道他走出这个诊间之后 他又会回到他那个原来的极大压力里面 所以在我感到压力非常非常大的 那个过程之中 有一次很幸运的 可以有几天的假期 那时候有一个还蛮负责任的外劳在照顾我爸爸妈妈 所以我就跟几个朋友一块就坐了飞机飞去了东京 去东京对我来讲就是另外一个后花园 那我到了东京刚好那时候是六月 刚好赶上连仓的那个明月院里面的紫阳花 就全部都开放 非常的盛开 那我们跟着很多很多的朝圣的人一起走到那个明月院里面去看紫阳花的时候 在那一瞬间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把这个时刻好好地记下来 我要深深地把它烙印在我的心里 让他来面对我之后遇到坎坷和痛苦的时刻 我就把它拿出来安慰自己说 你看你曾经有过一个如此美好的时刻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这就是你生命里面的希望 你感受到活着作为一个人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这就是那个黑色夜空里面的星星 所以说到底大家 我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 那就是我从来不把自己的幸福放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我觉得你必须要把幸福的所有权跟决定权拿回来放在自己的身上 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对于某些父母会说 跟孩子说我为你牺牲了这么多 所以你千万不能让我失望 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才能够让妈妈扬眉吐气之类的话 所以我心里就会打一个问号说 你这不是把你自己的人生跟你自己的幸福放在别人的身上吗 那么你的孩子呢 他没有他自己的追求吗 他没有他自己的幸福吗 他没有他自己的人生吗 他不配有吗 因为他必须完成你的 所以他不配拥有他自己的人生吗 我就会有这样的怀疑 所以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我就是一个会把幸福的决定权跟所有权 掌握在自己身上的人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好